我叫索菲亚 我的中文名字是龙智慧 我是来自乌克兰西安交通大学 国际贸易大二的留学生 眼前这位金发碧眼 活力四射的姑娘 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了 作为西安交通大学 武术队唯一的外籍常入成员 还有着一个如此亮眼的中文名 龙智慧可是相当自豪 龙 因为是成龙的龙 因为我非常喜欢成龙 还有因为我是00年的 是那个00年是龙的年 所以是这样的 然后智慧因为我的名字 索菲亚是在希腊语有智慧的名字 所以就是我选了这个名字 初见龙智慧 真的很难将这位美丽的乌克兰姑娘 与中国功夫联系在一起 只要她抬起双手稍微比划几下 一朝一世间流露出的深厚武术功底 令人不得不叹徒 我笑的时候就是游乐 很多力量 然后就是找到了这个武术学校 然后就我父母介绍了 我是这样的有名的人 像成龙 李连杰 李小龙 所以我就是看到的时候想 哇塞 他们好厉害 我对我父母说一说 想 我要和成龙一起演电影 所以我要知道中文 因为成龙是中国人 所以一定要知道中文 然后他们真的找到了一个学校那里 学生们从年纪开始学中文 和成龙大哥一起演电影 是龙智慧的终极梦想 带着这样的功夫梦 他一坚持就是十几年 即使是周末 龙智慧还是像往常一样 来到了学校的武术训练馆 开始了自己日常的训练 换服装 扎头发 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虽然是乌克兰人 但若论武术方面的造诣 他提起很多中国选手也毫不逊色 先后代表西安交通大学 在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 陕西大学生武术锦标赛上 斩获多项冠军 他在武术方面 其实让我挺吃惊的 包括他来了之后 参加了这么多比赛 也获得了很多成绩 他也是从小开始练习武术 但是他获得这个成绩 是因为跟着全国的 所有的中国的大学生 在一块比赛 获得了冠军 全国冠军 还有陕西省冠军 所以说他的天赋 还是非常好的 他算是 这么多武术 对队员来讲的话 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除了教练的高度肯定 龙智慧在身边人的眼里 也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青年 龙智慧小姐姐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女孩子 然后平时在武术馆里也非常活泼 她的武术功底是非常扎实的 但是她训练的时候还是很刻苦 龙智慧认为 练习功夫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强身健体 更是一种感知世界 拥抱世界的方式 很多在学习过程中无法体会的东西 都可以在这里龙智慧贯通 在17岁以前 龙智慧从未到过中国 但由于从小就接触了解了中国的语言文化 所以中国对她而言是既熟悉又陌生 我有十四十五岁左右 我已经就是对自己知道了 我一定要在中国来学习 一定要在中国生活 所以就是我可能在我的脑子里面 已经有了感觉 所以我来中国的时候 我已经有感觉我想回家 2017年秋天 龙智慧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 并获得四绸之路奖学金 也终于踏上了这片向往已久的土地 交谈中龙智慧告诉记者 比起北上广 自己更喜欢西安历史 与现代完美融合的韵味 对于这里的一切 它都充满着畸形与热爱 在西安有比较多我们的古代的地方 像打烟它 中楼 比卖庸 我太喜欢去这个地方 就是常常和朋友们穿汉服就去玩 担任它 我非常喜欢中国人 热爱中国人 除了对中国汉服的热爱 龙智慧还熟练掌握了一项民族技艺 抖空竹 离开乌克兰来到陕西 饮食习惯自然也会有所改变 无犯时间 龙智慧入乡随俗 像当地人一样点了份扫子面 她告诉记者来到陕西 她吃的最多的东西就是面食 哇 烤面好吃 还有是那个西红柿的鸡蛋 西红柿的鸡蛋面 第一年来中国的生产生 第二年来到中国 留在中国是龙智慧一直以来的愿望 如今龙智慧的弟弟妹妹 也开始学习汉语 她也希望弟弟妹妹 包括自己的朋友 都能够沿着自己的脚步 以后来中国求学工作 龙智慧告诉我们 自己的责任就是向更多乌克兰人 讲好中国故事 对于她自己心中的功夫梦和英雄梦 她也希望这些梦想在西安生根发芽 在她今后的人生中 结出更美丽的果实 我的最大的梦想 我要和成龙一起演电影 我要介绍一下白骨女孩 就是像中国人一样 也可以学武术 毕业以后我要继续在中国上班 我要用斗我的能力 对帮助一下我们的国家 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们 所以这样吧 训练完成天色也不早了 龙智慧拖着疲惫的身躯 走出了武术馆 训练的强度很大 可面对记者 这位活泼的姑娘 却始终保持着自己阳光灿烂的一面 着实可贵 让我们为这个姑娘点个赞 并祝福她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感谢观看